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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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山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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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远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著 有法华经约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成拿摩佛 我皆已成佛道 这是一段 这段法华经上的开示 是释迦牟尼佛 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他是事实 这就告诉我们 在我们阿弥陀佛 我们阿弥陀佛 在我们阿弥陀佛 我们阿弥陀佛 在我们阿弥陀佛 诚心诚意想要去西方净土 所以大家看净土圣贤路 那么多的大德 出家在家大德 他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三年五载 就成功呢 关键就在于人家做到了 诚敬 真诚 恭敬 支持名号 心里面所思所虑的 只有想到西方净土 只有想到阿弥陀佛 别的事情不放在心上 事情是可以造作 但是心里面惦记得 唯有弥陀本尊 那为什么其他的事情 不可以放在心上 因为一切现象 包括人事物 都是假的 所以佛法里面常说 般若无知 我们每天修什么呢 就是修那个无知 什么又叫无知呢 无知就是本经经题上 所讲的清净平等 绝 这是我们每天应该要真正下功夫的 等到您达到的无知 后面一个作用就是 无所不知 接着下面再说 身前众生善根 非思量分别 知所能及 每个众生的善根呢 都是不可思议的 而这个善根又分为 世间善根 出世间善根 世间的三善根是 不贪不撑不吃 出世间的善根 就是修学 大圣佛法 勇猛精进 绝无懈怠 那这个三善根呢 我们天天要很认真的 去累积它 而这个三善根 又有各自的核心 瘫的核心 是什么呢 禽子 你把这个禽子放下 那个瘫就把它很容易突破 你就不贪了 而那个称恨的核心是什么呢 傲慢 等到我们哪一天 谁都瞧得起 那就太好了 谁都尊重 这个称恨的烦恼呢 就很容易把它放下 而这个瘀痴的核心是什么呢 对于世出世间 圣人的教会有怀疑 这就是为什么呢 佛菩萨 祖师大德 天天都要讲尽说法 帮助我们去移生性 所以不贪不称不吃 是三善根 反过来就是三恶根 那个很麻烦 那是三恶道的夜音 那菩萨的善根呢 这一个就是精进 我们问一下自己 今天用功跟昨天相比怎么样 您可不要说 跟昨天一样 跟昨天一样 就不能够成为精进 那个进是什么意思呢 有进步 说的比较白一点 比昨天要放下的更多一点 烦恼放下多一点 相应的就是智慧 增高了 增长了一些 这才是进步 底下再讲 诸佛胜利 诸佛世界 亦不可思议 愿诸佛者通知 十方如来 众生的夜报不可思议 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 那再进一步 诸佛如来的胜利 也是不可思议的 什么是胜利呢 下面再做一个说明 利则利用 就是他所起的作用 有句 梵语明义大吉 吉中进路 第48卷所讲的 有五种利 一定利 二通利 三介实利 四大愿利 五佛法之 微得利 此五种利 不可思议 故云胜利 不可思议 现在请大家看 参考资料下册 816页 参考资料下册 参考资料下册 816页 大家找五例 难判 判别的判 五例 难判 816页 有看到 好 这个难 就是说困难 判就是判别 这个解释 是永明元寿大师 在中进路里面 所讲的 他说 五难判者 为定等五种之利 为实论中 不能判设也 为实论 是弥勒菩萨 所造的 从这儿我们就知道 这个五种利 谁才能够真正搞得清楚 诸佛如来 等觉菩萨 都还不能够 判别他 然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你看到这两句话 就知道了 佛法是不是 也包括哲学的 包括 不管是东方的哲学 还是西方的哲学 两句话就搞定了 哪两句话呢 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我们把这个三 如果换成个十 那就更加全了 十法界 十界为心 万法为实 说三界嘛 欲界色界 无色界 其实它就是包括呢 整个宇宙 真心所现的是一针法界 那就是十报状印度 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呢 是娑婆世界 它是十 变现出来的 阿勒耶识 变现出来 当然了 阿勒耶识 他也要依附 真心才行 所以呢 这个 阿勒耶 并没有离开真心 那我们 每个众生的心 不停的 不停的有这个 改变的现象 它是实在起作用 真心是如如不动的 可惜的是 众生没有意识到 自己原来有真心 他把那个假的心呢 第六识 第七识 第八识 误以为是他自己的心 这是他没有看到 实时真意象 而这个 忘心呢 又能够导致 一切法 产生 极快速的 变化 多快的速度呢 一千六百兆次 这么一摊子 就这么快的速度 等到哪一天 我们自己恢复到 正如本性呢 心不动呢 这个时候 一切真相都被领给 全都看到 我们一般所见到的像 是个什么像呢 相似相续 假象 他不是真相 所以人呢 有生老病死 那一切万物呢 你看他有这个 成诸坏空 生诸一灭 等等 所以 《金刚经》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他讲这个 总原则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眼 既然都是虚幻不识的 为什么 还不肯放下 其实这个话 佛当年很慈悲 像这些类似的话 他老人家讲了二十二年 讲般若不嘛 说了二十二年 您果真能够 顺存佛的这个劝导 放下执着 放下分别 放下起心动念 恭喜您 您就回到如来的境界 换句话说 就回到自信了 用我们一般 通俗的话来讲 回到老家了 自信才是我们老家 后面再讲 而不能判此无利者 由思无种 乃圣人不思议境界 不与心识相应 此所以为难判也 这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说佛菩萨 教我们怎么样 要会用心 您会用心 那就是跟佛一样 那不会用心呢 佛众人把这个现象 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还是体会不到 所以中文大德 考试他的徒弟 两个字 哪两个字 大家都知道 会摸 您会了 那就懂得 此地所讲的武力的意思 底下呢 是中金禄所说的 有武力 为实不判 是也 哪五种 为实不能够判呢 第一个 定力 后面再解释 定力者 即如来大极定力也 为此定力 无染无精 这种定力 没有所谓的染 也没有所谓的精 它染进两边 都没有了 同时 它也是非空 非有 我们一般人都会执着嘛 有 阿罗汉呢 执着空 这就是 有对地 等到哪一天 我们不分别 不知足 不起心 不动念 灵就入了 非空 非有的境界 还有 生死 不能 拘 这个拘 就是拘束 佛 不但超越六道 他也超越 十法界 当然他也超越 一阵法界 结 叶不能 福 一般来说 造的叶 肯定有果报 可是佛呢 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 做而无作 无作而做 他做好事情 做了很多 没有起情动念 他如果做了恶事情呢 也没有起情动念 所以啊 不管是断恶 还是修善 他都没有任何念头 这是什么样 进阶的 众生才有的功夫呢 至少也是 法身菩萨以上 当然也包括佛 他们住在哪里呢 住在大班涅畔 当他们跟众生 有感的时候 自然而就会有应 另外 不起此定 而能谱应实方 他自己本身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哪个地方 众生需要他帮忙呢 他马上就过去 帮他一把 不与实法相应 这个也是我们 现在要尽量 去学的地方 什么是实法呢 实法就是指的 妄想分别之主 这个定力啊 不跟他相应 所以师尊教学 四十九年 从来没有 起心动念过 说的再长一点 他老人家 在兜率天 待着的时候 还没下来之前 他有没有起心动念呢 也没有 他下降到人间 这个八项成道 当中 也没有起心动念 我们 因为有起心动念 有分别之主 所以就无法体会到 那个 无分别 无执着 无妄想的 那个境界 因此 学佛 一定要知道 我们到底 修的是什么 就是把那些 不该有的想法 全都舍弃掉 这是讲的定力 下面再说 第二个 通力 即如来神通之力也 为此通力 变化无穷 虽敢而应 不谋而知 策照万法 非思义之可及 其实法之相应 事故 为时难判也 这个通力呢 是指的六个方面了 我们常说 六种神通 天眼天耳 他心 宿命 神足 漏尽 我们这个烦恼 放下的越多 所恢复的能力 就越大 你看佛 他不但六通俱足 他三明也现前 也就是讲 净虚空变法界 每一个角落 所发生的事情 他都知道 每一个地方 他都能够去 每一个法界的众生 他都可以变 跟他一样的像 献同样的身 去教化他 所以佛的这六种能力 真正是此地所讲的 策照万法 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也是实法 没办法去判他的 不可思议的能力 也只有明心见性之后 我们才能够真正懂得 今天我们呢 听善之士这样子讲解 其实也只是懂得一点皮毛 并没有完全弃路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那种程度 所以有时候佛会讲得多一点 有时候会讲得少一点 有时候根本就不讲 为什么佛根本就不提 某些事情呢 说了也是白说 说了之后 我们在那边越听越糊涂 打个比方 就好像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跑到幼稚园 跟那些小朋友 讲大学的课程 他讲得再怎么津津有味 再怎么兴高采烈 那些小朋友听不听得懂 肯定听不懂 只有一个人懂 就是那个教授他懂 所以教授就知道 下次不来了 为什么不来 来的没用 大家听不进去嘛 听不懂 浪费时间 第三种例呢 叫做戒实力 这个识 就是识法 八识 五识一新说 下面呢 解释一下 戒实力则 未如二禅以上 五有寻寻寺 这个寻就是指的初心圆境 寺是指细心分别 语言 若欲说法应用 则借粗残 言而身三十 以成己用 由此假借 由此假他之用 非因本起 不属为实 事故为实难判也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这个三种力量 都有一个类似的话 这三种力都不属于为实 所以呢 为实难判 后面这个括弧啊 也有一个说明 借粗残三十者 由粗残不拙相畏二成 粗残天的天人呢 他的鼻食 蛇食 没有了 他不执着香 没有鼻食 不执着味道 没有蛇食 鼻舌这两食 他没有 但是他还有什么呢 有眼 有耳 有身 二禅以上 不着五成 二禅天 这个五成呢 眼耳鼻舌生 这些都没有 但是他还有什么呢 他还有一个意识 所以若欲应用 则借粗残三十也 什么时候借用他呢 当众生有感的时候 二禅以上 这是说的三戒之内 初禅是梵天 二禅是光天 三禅是静天 四禅是福天 这些天的天人 要到下面的天界 欲界 度众生 他就应该要怎么样呢 要先那一道众生的身相 他要借下一层众生的食 不是借别人的 是自己的 也就是自己 那我们在这个层次呢 一般众生达不到 打个比方 如果您要去度小学生 那您要变成什么 小学生 才能够跟大家在一块 慢慢去教他们 如果您要度中学生呢 您就要现一个中学生的模样 去度他 这个就是 应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 而为说法 这个叫做 借实力 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凡夫在一起 凡夫的八十 五十一心所 释迦牟尼佛都要用 而且他用得非常自在 非常自然 一点痕迹都找不到 正在用的时候 没有自主 用完之后呢 也没有自主 那有人就问了 那佛用这个八十五心 五十一心所 会不会干扰他 这个清净心呢 不会 我们凡夫 用八十五十一心所 会不会干扰自己的心呢 哎呀 我们都已经怎么样 麻木不仁呢 还好 现在学佛了 知道 不可以用八十五心所 所以佛啊 真的是那个境界非常妙 第四个例呢 叫做愿力 愿力者 即如来大愿之力也 本经第六品 四十八愿 就是个标准 而此愿力 非因爱见 不假思维 佛的愿力啊 它的来源呢 不是爱见 这个爱见呢 就是慈悲心 怜悯心 一般人常说嘛 侧隐之心 不假思维 这个思维 就是我们在思考 你看 又用了第六诗 又用了第七诗 凡是用爱见 用思维的 都是凡夫 那不是圣人 圣人 愿力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经常常讲的四个字 大慈 大悲 他那个大慈 大悲是没有条件的 而我们凡夫 对人家慈悲 那是有条件的 有没有条件呢 有啊 你看做父母的 他爱护他的儿女 他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哎呀 以后我老了 你长大了 你好好要孝顺我 他就有这样一个想法 他照顾他的儿女 他心里面有一个念头就是 这是我生的儿女 所以我要照顾他 你看 他有种种的条件 那佛呢 照顾任何众生 甚至于那个冤亲在主 曾经伤害过他的人 他依旧是 一片慈悲 第五种例呢 叫做法威得利 法威得利则 即如来硬化威得之利也 这也是佛呢 不思议的境界 下面举了个例子 如眼一阴 则普应群积 我们这部经上就有说到 佛以一阴而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大家有没有想过 极端世界的那个 阿弥陀佛的讲堂是很大的 超级大的 无量无边的众生 念佛往生到极端世界 大家都进了讲堂里面听佛讲经 可是佛呢 他只有一张口 可是他一说出了那个声音 所有众生都能够听得懂 那阿弥陀佛需不需要请人帮忙翻译 不可能 你想象一下 那么多众生来 佛要请 他来的那个世界众生帮人翻译 那要多少翻译 那要准备多少个翻译器 要准备多少个耳机 这都是我们凡复 一般的这个概念 需要人家翻译 需要借助机器 佛不需要这些 那佛为什么有这个能力 他一张口 所说的话 所有人都能够听得懂呢 信德的妙用 后面再举个例子 施一法 则众魔皆福 他用一法 就能够降服 所有的这些邪魔外套 那我们在现前 跟这个地球上的七十亿人相处 我们怎么样帮助大家 主同修 在现在这个时候啊 要帮助大家 学儒 学道 学佛 学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等等 难度大不大 我们 现在很少出去 接触大众 不过您可以问一下汉林夫先生 你可以从他那里 了解一些当地的信息 在现在这个时候啊 度众生 难度远远超过 二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那佛怎么办呢 众生难度 不能够放弃啊 还是要尽心尽力去做 当然我们要 劝别人回头 首先自己要回头 首先自己要开悟 自己觉悟之后 我们才会有智慧 帮助别人 回心转意 底下讲 历生无尽 功德难良 不与实法相应 事故为实难判也 总归一句话啊 您想要了解佛的五种力 怎么办呢 就把那个实法统统放下 把这个一扔掉 自然通达 那时候跟佛见了面呢 大家都是会心一笑 都懂 好 这次讲到武力 我们就学到这儿 下面呢 接着看 注解 六百二十三页 第二行 六百二十三页 第二行 献约 经经 就讲到我们这部经了 法藏大师 住真实会 法藏大师 是阿弥陀佛的前身 这讲他的因地 在因地当中 他就很了不起 他做到什么 他的心 是安住在 真实会当中 换句话说 人家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了 无知 他成就了 我们天天 还在打妄想 那个妄想 多到什么程度啊 一边读经 还在一边打妄想 一边念佛 一边打妄想 一边听经 还在一边打妄想 拜佛呢 还在打妄想 晚上睡觉 还在打妄想 白天打不完 晚上记得打 一天四小时 哎呀 这个业力就招得重了 还以为自己修行有功夫 哎呀 那些真正有功夫人 看到我们这种功夫啊 都摇头啊 哪里有什么功夫 当然了 相比较而言 我们跟那些 没有学佛人比呢 稍微强一点点 但是不能够因为自己 有用一点点功 就自认为 我比别人高明 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看了佛经呢 才知道佛的那个境界 是不可思议的 前面提到嘛 五种力 不舍弃使法 我们是不懂如来 这个境界的 那佛菩萨知道 我们众生的业障作物 所以呢 常常来到我们身边 以各种身相啊 来劝我们 来教我们 放下自己的成见 放下自己的烦恼 与无量节庄与佛徒 得如普贤 开化显示真实之计 与令一切众生 皆得真实之利 以如是大愿大恨 无量真实功德 故成就胜利 与国土皆不可思议 大家仔细看这一段 它里面就说到三种真实 真实之计 真实之计 还有真实会 在其中 有了这三种真实 才会成就什么呢 胜利 才会成就呢 极乐国土不可思议 一开头就说 与无量节 庄严佛徒 无量节 那就说明 阿弥陀佛这个 积功累得的时间很长 而且我们看到 《法华经》之后 就知道 其实阿弥陀佛成佛 时间长不长 很久很久之前 他就已经做佛了 那现在呢 跟我们说 十节之弦才成佛 那个是方便说 真实说 他是古佛再来 诸真实会 于无量节 庄严佛土 得如普贤 这个普贤 菩萨之德 我们也要明白 他是一切诸佛 所赞叹的 一切诸佛呢 都要修普贤实愿 换句话说 阿弥陀佛想要成佛 他要不要修普贤实愿 要不要 必须 每一尊佛都要 把这个功课完成 所以我们生极多世界 当然也要修普贤实愿 所以第二品的经文呢 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在前面呢 曾经学习过 因为在经文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叫贤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那个贤了不起的 过去菩萨 现在菩萨 未来菩萨 想要成佛 通通都要修呢 普贤大事之德 这个普贤实愿呢 是平等法 是平等行 非常的圆满 做到了普贤行 那太好了 可以帮助我们呢 开化显示真实知迹 这个真实知迹 也就是指的 圆满自信 所以啊 想要帮助自己 回归 本来面目 那就必须要修 普贤之 大德 大行 预定一切众生 皆得真实之力 大家看这个顺序啊 他一定是 先成就自己的道业 然后呢 他有这个本事 出去啊 度化一些众生 我们现在也 想出去度众生 度了一圈之后 回来怎么样啊 有点后悔了 后悔怎么呢 不出去啊 好一点 在家里面呢 可以清修 跑出去一趟啊 哎呀 跑回来 这是灰头土脸的 带着一大堆的烦恼回来 所以啊 没那个功夫啊 一定要自己啊 认真地修 断了烦恼 才有这个本事 才有这个能力呢 教化一切大众 以如是大愿大恨 无量真实功德 故成就 胜利与国土 皆不可思议 这个胜利 是阿弥陀佛 本愿修行的 功德之力 国土 是胜利 自然的成就 这里关键的话 就是指的 自然成就 他不是人为设计的 阿弥陀佛呢 他自己成佛之后 正得了法身 法身 便及虚空法界 也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能力 所以任何一个地方需要他帮忙 他马上就能够到那里呢 献身 帮助那里的大众 接着呢 再引用啊 谭卵大师的这个说法 谭卵师 于十七种国土庄严功德成就下 一一著约 焉可思议 有时候他说的是焉 有时候写的是安 一样的意思 就是怎么 怎么可以思议 下面举例子 如光为佛事 焉可思议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整个极乐世界啊 它是一个光明世界 不但佛身上放光 所有菩萨也放光 那边的山河大地 任何环境都是放光的 而这个光呢 它还能够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呢 佛事 看到光 看着看着 你就开悟了 做同修 这样好不好 如果您家里有一盏灯 你天天看它 看不了多久 就大书大乌了 这个灯就太好了 下面再举第二个例子 此水为佛事 安可思议 八功德水 七宝吃 在那里听这个水流之声 那就是法音 能够帮助我们觉悟 此影为佛事 安可思议 此生为佛事 焉可思议 这都讲到 基督师记 六层境界 无不是宣传妙法 这个境界 所以生到那里 环境太好了 时时刻刻 都在保持精进用功 我们在这个世界 尤其是现在 真的我们只要一天不用功 那个烦恼习气就冒出来了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样子 两千五百年前 孔老夫子说 三天不读圣贤书 面目全非 那个时候 环境单纯 让无少 我们还能够保持三天的清净心 超过三天就不行了 现在一天都不行 再说得严格一点 恐怕一个小时都不行 李施工在试的时候就说过 他那时候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 当这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 他就很感慨地对这些大学生就讲 你们不错 来这个图书馆 听我们这个佛学课程讲座 听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 但是你回家之后 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那你前面学的全都打回原形 等于说呢 看一场电影就把我们的清净心 都破坏掉了 所以在这里休息啊 难度很大 后面 最殊胜者 则为诸往生者 不断烦恼得涅槃分 烟可思议 可以讲哦 这个是不可思议境界里面 最殊胜的一句话 为什么这样说呢 凡是升到极乐世界的大众 他不用断烦恼 居然就可以得涅槃分 具体来说 48月里面的第二十月 大家记得吧 里面有一句话说呢 您只要升到极乐世界 是什么地位啊 做阿维越智朴 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称为男性之法 难在哪里 就难在这儿 我们是见识 成杀 无名烦恼 都有的人 升到极乐世界 一下子就跳到那么高 所以很多学佛的人呢 很多这些 甚至于菩萨 看着这样的经文呢 都摇头 他们多辛苦啊 要断五种建货 五种私货 说得多一点 88品建货 81品私货 难 那么再断呢 沉沙烦恼 那个烦恼更多了 最难断的就是无名烦恼 我们什么都不断 一到那边 在佛力的加持之下 您居然就是八地骨上 再上去 九地十地 十一地 十二地就是佛 所以啊 这一个特殊现象 其他佛杀看不到 唯独呢 在极乐国土 真正有发生 下面是密宗的一部经 所讲的一段开始 它是金刚顶经所讲的 为此佛杀 竟以金刚自信 清净所成 密言华言 窟户里面呢 链脑再给我们注明一下 前 以明正 极乐世界 极是密言华言 所以讲三个世界 其实他们是一个世界 华杀世界就是密言世界 也就是呢 极乐世界 三二一 一二三 他们怎么成就的呢 是金刚自信 清净成就的 如是圣庙国土 这么殊胜为妙的世界 皆非围成所成 宇宙 宇宙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世界 他们都是由围成 组合而成的 这个围成 就是金刚记里面所讲的 义和像 那金刚记又讲一句话 义和像 极非义和像 极明义和像 这句话我们参透了没有 宁正的参透了 执着分别妄想就放下 佛真的把话都讲绝了 说一个义和像 到后来又怎么样 又把它给否定掉 否定掉之后 然后再说 这就是义和像 你看这个 哎呀 您真的 说得比较通俗一点 你想要挑佛的毛病呢 绝对挑不出来 所以师父上人早年 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教授 就很感慨地跟师父上人说 他说那个释迦牟尼佛 很会讲大话 他认为他就讲不出 释迦牟尼佛那种话 他也很佩服 释迦牟尼佛能够讲得出来 而事实上 释迦牟尼佛讲的话 是不是大话 不是 释迦牟尼佛讲的都是什么话呢 如于者 真于者 实于者 不妄于者 不狂于者 换句话说 佛讲的都是什么 诸法实相 都是实实真相 为什么那个大学教授不懂呢 因为他有实法 前面不是讲了吗 实法 因为有实法 那对佛的五种力 他就不懂了 他哪一天把这个实法放下 他就不敢那样子讲 他肯定会向佛忏悔了 对不起 师父我讲错了 我就是误会 所以啊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啊 千万不要啊 不知强以为之 那自己要在背影过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 是由围成 聚集而成 极乐世界不是的 本非世间物质 这就说到极乐世界 为什么极乐世界 不是围成组成的呢 因为它是法性土 不但实报土是法性土 甚至它的方便土 凡圣同学土 还是法性土 后面呢 在用我们一般 这个常识 所能够体会到的 不赖外有引力 而唯息 故不虚 有虚弥也 在世间呢 这个物体跟物体呢 靠近的时候 它都会产生一种力量 就像这个月亮 月亮为什么一直跟着地球在转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球的磁场的力量 强大过它 所以跟着它转 当然 微城跟微城之间呢 也彼此之间都有引力 而极乐世界不是围成造就的 所以它那里呢 不需要有这个所谓的须弥山 因为须弥山 也是属于微城巨 且以国土乃清 金刚自信 清净之所成 金刚 是比喻自信 自信像金刚一样 清净不变 所以极乐世界 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环境 那下面这一段呢 是总结 我们看底下 其果众生 功德善令 住行业定 极佛神力 故能而耳 这一段的总结呢 它是偏重在一报 下面再说 其果众生 功德善令 这个其果就是指的 基督世界 诸往生者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种种正行 住行 定善 善善 求生 净土 持万德 圆聚之名 入一圣 大愿之海 如是殊胜 功德 无量 无边 故其利用 实难 思义 整个极佛世界 是阿弥陀佛 本愿 微神 之所成就 这是讲 他的因 那缘 又是什么呢 是 十方往生 到极佛世界的大众 各个都啊 以真诚心 清净心 念这句佛号 这句阿弥陀佛 他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这是极佛世界的源 从这儿我们就知道 我们这辈子想要去极佛世界 那要不要修清净慈悲呢 一定要修 这个正行 住行呢 参考资料里面没有说 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在佛学大词典里面 有正 住 杂 三行 杂就是 复杂的杂 那我们念佛呢 是属于正行 住行者 就是读送 观察 礼拜 赞叹 供养 这是五 五种住行 而这个杂行呢 不是前面说的 这五种善行 其他的一切善行呢 就称为杂行 所以这个杂行呢 也是属于善行 正行 住行 杂行 通通之善行 念佛人 应该要修 那我们 怎么样把所有的善行 全部都修到 大家知不知道方法 知道 你很聪明 什么方法修一切善法呢 念佛了 这个不 念佛法门 不可思议 称为万德鸿鸣 毕竟我们念佛 目标方向非常清楚 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 我就是要到那边呢 亲近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 我去那边做什么 成佛道 度众生的 怎么样去得了呢 发菩提心 一向专利阿弥陀佛 就能够成功 所以在现前呢 我们要把一些法的真相 看清楚 要天天读经 要天天呢 看这个诸解 要天天听善之事 为我们做一个 详细的介绍 今天呢 有一位同修跟无声讲 他在国外 他就说 哎呀 我们呢 这个 要听法师讲课 也真不容易 因为他们是 有佛友 把 这个音频 转到 发到那个群里面去 他们才会 从那个群里面知道有这个 前面一堂课的内容 可是有时候 那个转发音频的同修呢 可能太忙了 或者他忘记了 他就 没有发那个音频 那群里面的佛友就等啊 等了好久 才 听到这个音频 悟神就跟他说呢 那 你就到我的朋友圈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找得到了吗 就不必有 非要去看群里面的信息吗 他一直很感慨 就说 现在这个时代文法难拿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万一哪天没电怎么办 没有网络怎么办 那海外的同修就听不到了 所以 哪一种听众福报最大 您咯 对不对 您在现场听咯 有没有这个 录音设备的无所谓 您在现场可以听得到吗 可惜的是 我们这边当地同修 我们也 也不能够说这个话 说这个话 人家也觉得我们太傲慢了 你又讲的又不怎么样 我凭什么来听你的课 我不想听你的课 我讨厌你的课 看到我们都不打招呼 我们就笑一笑嘛 是不是 现在他不来听 以后想听 就没得听 没得听 他就会后悔莫及 所以 这个末法时期 真的度众生很难 那我们要学祖师大德 不要把这个所有事情 放在心上 我们只要专注 做这一桩事情 认真正的准备 恭恭敬敬的上台 讲完之后 把它放下 以此功德回向给众生 回向往生进度 这个好 至于能够度多少众生 一切随缘 什么都好 他来听很好 不来听也很好 心里面呢 无有挂碍 在《诸解624页》第二行 他也讲到 持万得远距之名 入一圣大愿之海 这两句话就显示出 念佛法门不可思议 如是殊胜功德 无量无边 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的利用 实难思议 修善 修善所得之利用 称为善力 这一点 是我们务必要重视它的 在世间呢 一切恶 我们不敢造 一切善 遇到了 就应当努力去做 你看佛常常 劝我们大家 要修六度 要行四色法 这是我们的随缘呢 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下面是禁书所讲的 依法正修 名为善力 极乐众生之功德善力 均不可思议 你有没有想过 极乐世界的大众的功德善力 都不可思议 那更何况是 阿弥陀佛的功德善力 那是更加不可思议 有住行业地者会疏愿 行业之地者 事则弥陀如来 大愿大恨 大业成就之地也 这个地是指的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呢 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是他老人家 无量级修学的功德所成就 很不容易 极乐众生 应有无量功德善力 其实这句话也在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什么呢 我们想要去极乐世界 那我们去之前 要不要修 无量功德善力 要修 怎么修 四个字 偶尔大师教的 信 愿 耻 明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自己 人生的目标方向 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 我就是想 升到极乐国土 亲近他老人家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去 假设一下 如果我们这堂课结束了 忽然阿弥陀佛出现了 然后带着朵大零花来 在讲堂外面等我们 然后问我们 你们哪一个人想上去 大家想不想上去 真的吗 可能阿弥陀佛还说一句话 位置有限 挤都挤上去 是不是 纵然上面没有位置 也把那个莲花抓住 你有这样的一个心 那是真正有菩提心 你可不要找一番理由 你怎么真的出现 我还没有跟我老公打招呼 我还没有跟我孙子打招呼 我的后事都还没有交代 等您交代完 再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走了 放下吧 是不是 世间事情 都没有比念佛道极乐世界重要 所以 这里提醒我们 极乐众生应有无量功德上帝 下面 你缺了这些东西 大家细细思考一下 是不是这样 缺什么 信心还不够 怨心还不够强 嘴巴说 想去极乐世界 心里还牵挂着 您所爱的人 还惦记着您银行里面的那些阿拉伯数字 还放不下您家里养的那个猫啊狗啊什么的 这些宠物 还放不下您的房地产 甚至于你还有什么 这个爵位 你是什么部长啊 什么市长 这个爵位 放不下 想想啊 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地位 才耽搁两三天 就要去极乐世界 那 这好像挺可惜的 这就是啊 没有把这个世欲啊 真正看破 那个真正啊 他住在夜 住在行业地的人 根本就不在乎世间的明文利养 他只希望求得什么呢 功夫早日成篇 这讲念佛的功夫 在这个前面呢 第二卷 四十七院著集里面 他有引用 《往生论》里面的一句话 为见弥陀身相 得平等身业 您一生到极乐世界 那个身体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闻名 得平等 口业 我们现在听到这句佛号了 口业一样 欲光之法 得平等意业 我们见到佛光 佛有我们讲经说法 我们能够了解 那这个平等意业就成就了 是极 住于弥陀之行业地也 由于极乐众生功德善利 安住弥陀行业地之利 即彼佛无上 无上威神之利 是故极乐国土 不赖须弥 自然安住 这是把前面阿难尊者 那一个问题呢 全都解答清楚 所以说 极乐世界的成就啊 真的是很不平凡 他们那里呢 没有三细相 业相 转向 境界相 都把它给流转过来了 因为阿里也都转过来了 当然这三相也都没有了 所以他那里啊 每个众生的身是法性身 居住的环境都是法性土 之所以会是这样子 是因为一切众生的功德善利 还有 即彼佛无上威神之利 这是讲到阿弥陀佛的 外力的帮助 因为有这些因素啊 所以在极乐世界 根本就不需要 所谓的须弥生 没必要 下面的话呢 就道出了阿难尊者的 真实身份 阿难白言 夜因果报不可思议 我于此法 时无所获 但为将来众生 破除遗忘 故发思问 原来阿难尊者是做什么 明知故问 所以他这个问呢 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 五种问里面的 利要有情问 底下说 阿难至此 始成明 发问之动机 到了这里呢 他就亲口说出 他为什么要提出 那个问题的动机 改建于当来众生 情之深重 于此疑惑 故带起问 倘若阿难尊者 在当时没有主动问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听不到 那我们就听不到佛的这一个答案了 他这个问是为谁问的呢 是为了当来众生 这就包括哪些呢 没有参加了 灵鹫山这一会的人 也包括后面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还有后面九千年 这些众生呢 那就 听不到这一个问题了 同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情直深重 诸位同修 我们这一个现象 严重不严重啊 很严重 很严重 应该怎么样呢 要转 现在不转 临终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所有执着当中 这个是最难突破的 那我们现在尽量放下 今世此戒众生 这讲我们现在了 往往颠倒 又指此戒之现象与规律 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是颠倒了 因为看错了 看错了就接着怎么样呢 想错了 说错了 做错了 跟着后面呢 就是果报 灾祸 所以佛记里面常说嘛 祸 业 苦 那个祸就是迷惑了祸 因为有迷惑 我们就会造业 因为造业呢 就会招来恶报 以管 以管测 诸佛 境界 这个管是什么 古时候用那个主管 把中间打通 用这个主管呢 去看佛的境界 我们纵然能够看 只能够看到多少 极少分 只能够看到一点点 就很容易产生偏见 邪见 误会 甚至 指一语之见 以 佛说 这个语呢 就是说角落 我们 自己的成见呢 根深蒂固 很难放下 对佛的正知正见呢 容易产生了 这个 误会 对佛所说的话 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 闻佛说极乐 无虚弥 便宜 彼国诸天 一合而住 那我们这个世界呢 有虚弥山 那我们就 担忧了 那几多世界 没有虚弥山 那其他的天 怎么办呢 夜摸天 还好了 他们上面的天 都是空居天吗 那这个四天王天 刀利天呢 他怎么按住呢 他有这样的疑问 佛 破其惑 故 反问之 佛为了要破除 我们的疑惑 他呢 就反问 阿难尊这一项 这么一反问呢 也就把我们的疑问呢 解除了 你想想看 连夜摸天以上的天 都不需要虚弥山 更何况是 一阵法界 因能具刀利以下之事项 以以极乐 阿难大全事先 为众生而问 故不云 住空 而答 不可思议 于是引出 世尊 书圣开示 道出 本经要旨 改本经 通生是一部 不可思议也 这句话 我们也希望大家把它记住 这部无量寿经 叫做什么经呢 我们也敢 很大声地说 它是 不思议也 当然了 我们尊重华严经 华严经是 大不思议也 那无量寿经呢 就是 小不思议也 如果再加一部 弥陀经 那无量寿经是 中不思议也 弥陀经呢 是小不思议也 您今天学习 这部无量寿经 您是谁呀 大家认不认识自己呀 您也是不可思议的人 是不是 再过几天 再过几年 您就得到 真正的大协托了 大自在 因为将来呢 您就可以升到 极乐国土 做真正的菩萨 成就真正的佛 所以啊 看佛经呢 真的要能够 正确地理解 要快速地 吸入这个境界 上述众生 勤见 不但不明佛法 你看 有的勤见 很糟糕啊 不能够明了佛法 真是意 并且呢 也违反了 现代科学 因我人 所处之世界 是三维空间 这是具现代科学的知识 所说的 故人脑之思维分别 在妄念不断之情况下 不能超出此空间之局限性 这是事实啊 所以我们现在麻烦是什么 因为有妄想 妄想不断 更焉能依三维空间之规律 以妄测更多为空间之时机 等于说 第四维第五维以上的 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现多为空间之理论 已为科学界所承认 佛世界藏极光土之维素 硬为无量维 藏极光就是自信的本体 是圆满的明星见星 为什么说是圆满的明星见星呢 因为已经把所有的无名习气 也都断得干干净净 在此地 念老师说呢 藏极光是无量为 但是师父上人就提出他个人的看法 他说应该是灵为 灵 也就是说 长极光为次没有了 这是两位大德的不同的看法 空间为次 的的确确是无量无边的 这个现代科学家呢 也逐步逐步认识到这一点 那我们到达基督世界之后 灵正德八地菩萨 那个时候您就看到 亲眼看到这个境界 现在是怎么样呢 听一听而已 还不是清正的境界 有彼土 石超人天 因顺余方 使命人天 这就说明基督世界 它那个环境呢 超过人道 超过天界 为什么经上也说 基督世界有人天两道呢 这是讲我们去基督世界之前的身份 所以我们到达基督世界之后 菩萨跟菩萨见了面之后 可能大家会互相问一下 你哪里来的 我们就说 图文巴来的 然后菩萨就说 你是从人道来的 我们就请问他 你从哪里来的 可能他说 我是从某个畜生道来的 不管从哪一道去 大家到那边的身份 完全都一样 都是阿维悦之谱上 所以呢 说他是人 说他是天 是他之前的身份 那么经上所讲的 刀立似天王天等等 一皆是顺方世俗之谈 随顺大家的 这个知见嘛 才有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实际上呢 极乐世界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这个天界情形 所以看到极乐世界 这么样的好 我们这个向往 西方净土的心呢 你就会天天挣扎 这个求愿往生的愿望 也会逾日俱正 可能有同修听了之后 他心里面就想了 我也喜欢读无量寿经 也喜欢听无量寿经 但是我现在还是不想去 他说的是不是实话 是实话 虽然他现在还不想去 但是他不知道啊 他那个阿里野史里面 一直在加那个种子 加多了 量大了 就会产生变化 所以只要我们坚持读下去 坚持听下去 佛号坚持念下去 久而久之 他就会产生非常显著的效果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不学悟生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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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